师傅,就是我让你请问,师傅,那个,那个,之前师傅有时候什么烧火啦,火,就烧房子着火以后,这个房子就变成凶宅了嘛,那如果就是像我们建门二手房,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有人去世的,但是这个去世人是在医院里面去世的,那这个房子算凶宅吗? 我告诉你啊,如果在医院里去世,他的房子就不算凶宅,但是他,要看他离开医院多久的,比方说一个月以上,他家的房子就不算凶宅,如果他五六天送到医院里抢救死了,那这个房子还是凶宅,因为拥有他的气场,听得懂吗? 哦,听得懂啊